准时收看 古奇一行者的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忘了 举起你的手指头点三下 第一下给老师按个赞 第二下分享给你身边的投资朋友 第三下按下订阅追踪我的影音频道 行情变化万千 跟着我决胜谈指之间 欢迎收看古奇一行指 我是专业期权分析师邱玉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以下跌三点来开出 最高点出现在早上9点08分 来到22114 那么最低点呢 则是出现在收盘的时候 来到21836 整个震荡区间总共是278点 现货的成交量 则是放大来到了更正 今天是只有3,235亿 那么老师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一跌难涨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下这么一个标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美国公布了7月份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仍然是低于市场的预期 那么这就有助于在下个月 年准会展开降息的动作 使得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全面收高 而且是突破了月线的压力 不过台子却是延续夜盘的走势 今天开盘是以小跌三点来开出 那么各位投资朋友 昨天台子虽然是开高走低 但中场仍然是上涨了超过200点 那么在面临到月线的压力 指数并没有大幅度的拉回 那么今天早上开盘之后 行情一路的往上攻 感觉起来气势如虹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今天整个盘面结构 并不是一个多头强势的攻击形态 这就使得行情没有办法延续 所以最后出现一个 瑕福震荡的格局 那么这两天 最常听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都在问老师 接下来行情要怎么看 其实我们如果从单纯 技术面的角度来做观察 现在上面所遭遇到的 除了是月线 套牢区 甚至还有季线的反压 所以上面的压力是非常的明显 这时候要往上 必须要经过几天的震荡 用以盘带跌的方式 才有机会往上攻 所以上去需要好几天 但是下来却只要一天 为什么 因为上面的压力是非常明显 但是呢 如果在这个时候 出现一个带量下跌的情况的话 这时候行情就会展开一波 明显的修正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老师认为在操作上 还是需要特别的谨慎 不管是做股票现货 还是在做指数都是一样的 那么呢 虽然现在整个多空 并不是明朗的情况之下 但是对当冲来讲 我们只要掌握到 当天的盘式结构 就有机会把行情变钞票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盘式应该怎么去解读 首先呢 在今天早上9点05分的时候 老师透过台子前5分钟的成交量 大盘第一分钟的成交量 加上期货现货之间价差的变化 还有老师操作的经验 给会员朋友第一手的建议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台子前5分钟是成交2498口 是比昨天啊 说过去的5日均量5000多口的 一半都还不到 所以呢 一开盘的当下 整个台子的成交量 是明显的偏低 那么在现货的部分呢 第一分钟是成交了128亿 也是小于过去的5日均量 179亿 所以当期现货的成交量 都下滑了情况之下 而且还是创下近期新低 自然波动率就会非常的小 那么呢 今天早上 现货期货涨跌并没有同步 那么电子啊 相对台子及金融疲软 整个市场是陷入观望 这时候呢 当量能偏低啊 就要特别留意主力坐价 要留意盘中的一个震荡 因为当量能非常小的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 今天在期货市场 买价跟卖价 其实啊 在开盘的时候 价差是非常的大 而且呢是跳来跳去 当成交量偏低的时候 不需要太多的筹码 就能够使行情啊 上上下下快速的震荡 可是呢 整个区间啊 却没有明显的放大 那么每天早上 我们在做当冲的时候 除了了解到整个盘式结构 除了这个之外呢 当然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 就是呢 要知道今天开盘的时候 主力是做多还是放空 这时候你跟着进场 就有机会 快速的赚到第一桶金 那么怎么样知道 主力的开盘多空动向 并不是靠拆的 可以用老师的这个独门指标 就是我们的预估开盘价 我们今天预估开盘价是 21954 各位投资朋友 这是在每天早上开盘之前 系统所计算出来的预估价 等到8点45分实际开盘 我们把实际的开盘价 跟预估价来做比较 一秒钟就能够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我们看一下早上的截图 今天8月15号 光速指标预估开盘价 21954 实际的开盘价是21993 你会发现到 当实际的开盘价 高于我们的预估价 就代表在开盘的当下 多单是大于空单 因为呢 多单大于空单 才会把整个开盘价 往上给提升 那么在开盘的时候 这些多单是哪里来的 一般来说不会是投资朋友 而是法人主力或是大户 一般的投资人 都是要等到开盘之后 看一下价量 看一下自己习惯的技术指标 才来决定自己的操作 唯有主力法人大户 会在开盘的时候积极进场 所以透过这个简单的逻辑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今天开盘的时候 主力是偏多操作 我们看一下公布的时间 是在早上的8点38分 所以各位 如果你能够在每天早上开盘之前 得到老师的预估开盘价 今天一开盘 你是不是就能够掌握主力 是偏多操作 所以低笔单 我们当然就跟着主力 一起来进场 今天早上呢 在8点45分开盘价 21993我们跟着进场做多 那么呢 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 经过两次震荡之后 行情开始拉回整理 那么呢 这个多单想要获利最大化 是不是应该要平常在这个高点附近 那么怎么样能够掌握到这个高点 一样 不需要你去烦恼 因为呢 这一条线 是在开盘之前 我们系统就已经先行预告 今天的关键转折点 这个点位呢 就是22075 在早上8点51分来到 你可以看到 今天如果跟着主力一起进场 开盘价 也是跟着老师的指标进场做多 然后在开盘之前告诉你的压力点 把它平仓掉 从21993到22075 一口单你就有机会赚到多少 各位赚到82点的价差 甚至反手做空下来 短短10分钟 又能够赚到超过50点的价差 那么呢 今天啊 上下震荡区间并不大 尤其下半场 整个波动力是非常的小 所以呢 今天对当中来讲 能够进场的机会并不多 但如果你能够透过老师的指标 就能够在快速啊 在开盘的当下 不到半个小时之内 能够顺利的做多做空 都能够达标 我们来看一下早上的一个简讯 早上8点45分 开盘价附近直接市价做多 这就是我们的开盘光速指标 我们的光速指标是市场上 真正唯一的领先指标 只有我们有办法在一开盘的当下 马上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我说过啊 其实大部分的投资人做股票 都千辛万苦的想要知道消息 想要知道主力 法轮大户是怎么做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今天你在做当冲 你能够在一开盘 就知道主力的多空动向 是不是就有机会 能够赢在起跑点 就有机会快速的赚到第一桶金 我们再来看到 早上8点39分 台子期开盘之前 我们系统所预告 今天的压力是22075 今天的支撑是21830 今天的最低点是多少 21836 所以高点跟低点几乎在开盘之前 我们都已经完整的掌握到 这就是我们的起指当中最佳工具 阴眼预判系统 每天早上8点35分 胜负已定 掌握阴眼掌握关键 我们的阴眼预判系统 跟别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第一个 你不需要自己装任何的软体 所有的计算过程 都在老师这边完成 计算完之后 透过简讯的方式 发送到会员的手机 让你不需要坐在电脑前面 走到哪里 都可以接收到我们的资讯 那么第二个 我们在所有的这些支撑 跟压力之间 帮大家挑选出一道 最关键的转折点 如果你过去买过软体 你会发现 他给你的支撑跟压力 一定有非常多 那么哪一个是最关键 没有人知道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 都是巴菲特 手上的资金都有限 你不可能每一道都去挂单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老师来帮你调整 来帮你找出 最关键的转折点 这时候你是不是 就能够集中火力 而不是每天靠自己的运气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是在开盘之前 就已经先行预告 所以你可以事前挂单 而不是盘中 急急忙忙的进场来操作 所以今天啊 不管是开盘之后的方向 还是盘中关键的转折点 只要掌握到这两点 其实大部分的行情 都能够迎乐而解 我们再来看到 很多人呢 对做指数 还是抱持着一个 戒胜恐惧的心态 因为很多人说 做指数风情很大 的确 如果你没有一个 高升的技术 没有一个严格的操作纪律 做指数对你来讲并不适合 但是呢在这里啊 老师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的光速指标 懒人操作法 什么叫做懒人操作法 很简单 你每天只要跟着阻力来进场 你不需要贪心 你只要35点获利就达标 那么呢 停损同样也设35点 我们用这么简单的逻辑来操作的话 我们来看到 从7月17号开始到现在 总共20个交易日 我们把所有的胜负都写在上面 这20天下来呢 总共是20占18胜 各位投资朋友 你去想想看 这胜率是多少 各位这胜率是9成啊 在市场上 有没有人当冲的胜率 可以高达9成 你告诉我 我来找找看 那么就老师了解 好像并没有像老师 有这么好的一个操作的胜率 那么每一个胜啊 我刚刚讲过 代表一笔单你是一口单 是赚了35点 如果你用两口台子来做当冲 那么呢 就像今天啊 每一天他获利超过35点以上 我们就用35点来计算 两口单就是70点 那么停损的部分呢 一样就是35点打到就立刻出场 每一个胜的背后代表当天是 一口单35点 两口单70点 70点等讯台币14000块 14000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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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0块 每一个胜的背后代表你的口袋里面 就多了14000 那么呢总共下来 各位 这个月20个交易日是 挣1120点 相当于新台币 22万4000块 所以呢 所有的操作一定都有它的方法 今天老师提供给大家这个方法 就是最简单 而且风险可控的一个操作模式 那么呢也许很多人千辛万苦的就想帮自己增加收入 不管是在听消息买股票 还是去打工做兼职副业 为了就希望帮自己多赚一点点钱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入来过自己的生活 能够多去几个地方玩 多买几件衣服 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呢你要付出的像买股票 我想大部分人啊 还是一样都是套牢比较多 那么呢如果出去做兼职做副业 又要花费很多的体力跟精神 今天老师提供给你这个 并不是完全没有风险 但是呢它的风险是可控的 因为每一天我们最大的停损就是35点 不管当天是涨500点1000点 跌500点1000点都与你无关 我们只要的是有稳定的一个现金流的收入 那么呢透过这样的操作方式 你这个月就帮自己多增加额外的20万的收入 也许你不相信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每一天啊进出场的点位 都在上面公布 譬如说呢7月17号23990做空 7月18号23294做多 那么今天是21993做多 昨天是22114做空 每天早上老师的预估开盘价都会事前公布 这绝对是假不了的 我们透过预估开盘价来判断阻力的东风动向 这就是每一天我们进出场的点位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指数又想要控制风险的话 又想要稳定的收入 我认为这个懒人操作法非常值得你来参考 解除你三大烦恼 风险套牢高成本 常先个股期半价优惠专案 你一半我一半多空双赚 老师独家操作方式 亲自挑出标的 不用担心开高走低 每天大胆买进强势股 同时锁定弱势股当保险 轻松赚到涨停板 把握常先半价优惠 立即来电 02-2542-8999 2542-8999 解除你三大烦恼 风险套牢高成本 常先个股期半价优惠专案 你一半我一半多空双赚 老师独家操作方式 亲自挑出标的 不用担心开高走低 每天大胆买进强势股 同时锁定弱势股当保险 轻松赚到涨停板 把握常先半价优惠 立即来电 02-2542-8999 2542-899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除了早上在9点05分给的第一首报告之外 当9点20分左右 有越来越多的资讯进来 我还会整理一个更详细的看盘关键 首先第一个 美国7月CPI低于预期 降息已经没有悬念 每股走扬突破月线 再来第二个 早盘台子涨幅领先现货 电子走势疲软 墙中透落 那么第三个 台子量能创近两个半月来的新低 有利主力作驾 留意震荡 那么第四个 资营商已经连续27天卖超 累计来到3114亿 选择权进多单出现减码的情况 我们看结论的部分 今天盘中追价意愿相对薄弱 如果能够以盘带跌守住2万2 仍有可为 但短线电子偏弱 要特别留意拉回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9点20分左右 你也能够收到 我替会员所准备的资料 我相信你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充分掌握盘面上 所有的多空重点 不用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只看利多 只看多头老师的节目 每天都是买点 天天都是起掌点 也不要因为你手上有空单 就不断地去放大一些利空的消息 我觉得你可以跟我一样 每天同时吸收多空两边不同的资讯 这样子你才能做出最准确 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从现在开始 不用自己辛辛苦苦的找资料 只要动动你的手指 打开你的LINE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就会来帮你做设定 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来订阅我的频道 只要最新的解盘影片 最新的教权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们再看到在道琼指数的部分 这几天都是在前面的 这个底部形态来做个整理 来到回到底部之后出现反弹 那么昨天终于来到月线的附近 我们说过 行情要正式由落转强 就必须要站上月线 而且要三天的时间来做观察 那么我们再看到 NASA和指数也是一样 现在已经包含昨天 今天看起来也是有机会 能够守在月线之上 但是只要它能够守住月线超过三天 这时候才有办法把整个月线 有原本的下降形态开始怎么样 拉平甚至出现翻扬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短线的涨跌其实不用太在意 最主要是要看整个趋势 到底有没有出现改变 所以这几天 我认为NASA的指数的表现 会非常影响到台北股市的强弱 非常值得我们留意 我们再看到在线货的部分 今天整个成交量非常的小 如果要追溯的话 大概是到今年2月5号以来的一个最低量 那么当行情来到这个关键的地方 我们过去讲过 底部反弹不一定要有量 没有量往往代表卖压不大 并不是一件坏事 但如果你是要向上挑战重要的均线 跟非常明显的套捞区 就一定要真金白银 一定要有量才有办法顺势的往上来做突破 所以今天量缩尾盘下沙 我认为这还不是真的拉回 不是真的反转 因为毕竟量能没有放大 但如果明天来了一个大量 不管往上往下 那都可能会牵动整个盘式的一个多空结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我们上次说过 它已经来到了形态的满足点开始反弹 同样反弹到这里 也来到形态满足点 也是一个压力区 所以从整个大型结构上来看 接下来的方向 还是需要整个时间来酝酿 但是我认为接下来的行情 还是有机会跌破这个低点 甚至越过这个高点 因为这个形态完成之后 它要展开一个新的波段 它需要一点点时间 但如果以老师过去所讲过的 当然连准会开始降息 其实美国股市表现通常不是太好 提供给大家来参考 那么我们再看到 在这张价量比重图 你可以发现成交的大量区 整个8月份成交最密集的地方 就是在2万2这个整数关卡 所以这几天来到这个位置 行情就出现了一个震荡的形态 那么今天尾盘出现拉回 所以2万2能不能够正式的站上 对整个形态来讲有很大的关键 因为如果你站上去 这个大量区就会从原本的压力 转变成下档的支撑 那么同样的道理 如果从这里开始拉回 下面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其实成交量并不大 所以回档的速度也会来得非常快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观察 整个盘中的走势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 从30分K我们昨天有讲到 它出现了一个三角收敛形态 那么当形态末端 这几天开始出现拉回 在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小心 因为它已经脱离了什么 原本的一个惯性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台子的一个部分 现在月线来到21935 而且还是不断的往下来做延伸 所以当遇到关键的压力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在这个地方都是开高走低比较多 所以在这里连续收了三根的黑K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老师所特别标示出来 就是下面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的位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未平仓量 这几天从78430 昨天增加来到80441 就是来到月线附近的时候 未平仓量明显的上升 那么今天拉回的时候 未平仓量再度减少到78839 也是在月线附近 其实大家都是怎么样 都是短打居多 大家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不管做看多看空的人都是一样 所以使得未平仓量并没有明显的上升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 在这个地方 到底先有机还是先有弹 我想大家以前都听过这个问题 在我们做股票的时候也是一样 究竟是先有利多股价才上涨 还是股价上涨才去找利多 这没有一定的答案 那么我们就来看到 有时候当利多出现 行情开高 这时候大家会面临到个问题 因为这利多出来之后 我到底要不要去追强势股 会不会一追 它就开高走低反转 如果不追开高之后 一路锁上涨停 你连追的利器跟意愿都没有了 所以有时候在开盘的当下 就是判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 我们就拿这个例子来讲 我们看到今天中环开高走高 手上涨停 其实在昨天盘中已经有出现 所谓的财报的利多 昨天开高之后 尾盘还出现压回 如果按照股价在昨天的表现 感觉起来对利多反应已经完毕 而且有一点点顿化的迹象 可是今天它硬是开高之后 一路往上拉到涨停 而且成交量明显的放大 那么在这时候如果开盘 你没有进场做多 当它拉到快涨停 你在进场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到底该怎么样来 面对每一天的抉择 面对强势股到底该怎么操作 老师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用我的方法 买强空弱 你买进强势股 同一时间你再反向放空一个弱势股 而且你要找的是相同题材相同类型的股票 透过买强空弱的方式 一边你大胆的追强势股 一边来放空弱势股做避险 如果当行情往上 各位强势股它一定是强者很强 它的买盘一定比弱势股来得更大 如果当行情反转 你也不要担心 开盘就有人进场卡位 即使它拉回它的幅度 也会比弱势股还要来得少一点 所以透过买强空弱的方式 我认为是在操作股票 非常好用的一种策略 我们就来看到 今天我们的对手就是伪创 伪创在今天开盘的时候 相对是在平盘附近比较弱势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怎么样 做多 做多中环期货放空伪创的一个期货 而且行情在这里 一直往上涨 今天我们的获利 是远远超过一根涨停板 怎么算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做多之后 做多中环放空伪创 在9点13分就已经达到5%的一个获利目标 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做多8口中环 放空一口伪创的期货 那么这口述的比例是按照成交价 我们要达到1比1的相同的部位 那么整个保证金只要7万3000多块 如果我们把做多跟做空啊 这个损益把它加起来 做多中环是赚了14400块 放空伪创是赚了2000块 总共是赚了16400块 出于我们的保证金啊 今天我们的价差是高达了22% 22%是超过了两根涨停板 所以呢今天即使 各位今天即使你看到这个行情啊 锁住涨停你也不要难过 因为你跟着我们一起来做个股期 你在9点13分啊 短短10分钟左右的时间 你已经赚到了两根涨停板 更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是只做单边 我们是一多一空啊 这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避险的效果 那么早上的时候跟着我操作 9点02分你会收到这样一个抠讯 收讯后买进这个中环期货 12.65块 那么呢再来呢 放空伪创个股期是103.5 所以你只要看得懂中文 按表超课 今天你就有机会 能够赚到两根的涨停板 个股期它的优势在哪里 第一个 它的保证金只要现货的1分之1左右 甚至更低 交易成本大概是1分之20 所以呢你可以啊 用各种策略来做搭配 不用担心除全息 而且多空双向 现在老师特别跟大家报告 我们个股期的一个创始会员啊 最后两天 现在打电话进来 你一半我一半只要半价的优惠 如果你喜欢做当冲 或是对个股期操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加入老师的行列 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 想要当人家就要找专家 市场上大部分的老师都在讲股票 真正的起伙老师是少之又少 如果你想要跟着老师一起来进场的话 现在就立刻打电话进来 最后老师祝大家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